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是一種很嚴重的心臟病 亦都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心臟病法 其實它好發於五六十歲的人士 但隨著我們的生活習慣改變 都有年輕化的趨勢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心臟科專科醫生 曾智欣跟我們講一下 曾醫生你好 你好,Phoebe 首先想問一下醫生你 心肌梗塞是否有年輕化的跡象 或者是幾多歲開始 到底是甚麼原因會導致這個問題 你說得很對 回到十幾二十年前 我們看病人的時候 如果見到五六十歲 找到心臟病其實很普遍 但如果見到四十幾歲 我們已經覺得心臟病 我們都跟他查家宅 查考甚麼原因 你特別容易心臟病 但其實現在幾年 三十幾歲都見到有人有心臟病 要通波仔 甚至是心臟病 所以這個年輕化趨勢 真的很明顯 我想跟我們飲食習慣很大關係 還有生活習慣也有可能影響 那有沒有說 其實年輕患者 跟一些比較 以前五六十歲的人士 患病的嚴重情況 會不會有不同 很多時候 五六十歲的人 都是比較多 長期病患的 可能有糖尿 血壓 或者是膽護唇偏高 他們偏高了很多年 日積月累 心臟病患的血管 都塞了很久 通常他們的情況 會比較嚴重 反而年輕一點 我們看到 當然這個情況 不是說 好像年紀大 那些可能 調尿血管也有塞 可能只是一兩個位 有些緊要的摘位 這樣 但是都不能夠忽視 因為只是那個一個 緊要的摘位 有時候都可以 令到病人有嚴重的 平發症或者死亡 那有沒有說 其實年輕的患者 甚至乎老 正常年長的患者 他們怎樣去發現這個問題 很多時候 就是他們開始 活動的時間 會覺得有心口藝痛 或者一條氣不夠 或者有時候覺得 做起運動 心跳好像快得很緊要 不正常 這些就是最大 最多數的人 會因為這些原因 去發現自己有心臟病 但是有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年輕的 那些 很有趣 因為他們 平時做起運動 身體儲備可能好些 就算他們去做運動 甚至做一些跑步測試 都測試不到原來他們有心臟病 但是當然我們一照過素描 就會發現 原來有條血管可能 都很重要 那你剛才提到 可能有些 做起運動的 一些比較年輕的患者 其實會不會說 他都做起運動 為什麼他都還會有這個問題 首先 家族遺傳是一個因素 或者是種族問題 有些另外 譬如他有吸煙習慣 因為吸煙本身 就會令到心臟血管收集機率 增加很多 有些可能 有些家庭遺傳性的 膽默唇膏 高得很交關 不同的因素 都導致了有些問題出現 其實對於一些年輕的患者 但是治療上 其實跟一些比較大的患者 有沒有分別 治療方針 其實都是一致的 我們首先都要處理 心血管毛病的問題 如果不是很嚴重的 通常食藥都可以解決到 如果嚴重一點 可能要做一些通波仔 或者踏條手術 但這只是處理了當前的問題 其實一定要看他根本的情況 為何會導致他濕血管線 以後幾十年 就是靠他去保養 怎樣才可以做到 令到他不要再濕 或者不要再惡化呢 可能就是看看有沒有吸煙習慣 三高問題 或者他飲食方面 是否特別喜歡吃反式脂肪的食物 即是高熱產生出來的食物 例如油炸 焗製食物等等 希望可以消除了他的成因 變成他就可以減輕他將來的狀況 那個問題 是否每一個心肌緊失的患者 其實都需要去做手術 即是去通波仔 不是的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例如那些心血管 窄了超過七成以上 他有一個症狀 藥物控制不了 我們就會跟他說 考慮通波仔 想問一下醫生 其實一些心肌緊失的患者 他通過波仔 或者做完手術之後 他那個日常的生活護理應該是怎樣 如果試過心臟病發 出院 當然我們開頭的時間 要留意一下他有沒有心臟病發的病發症 例如他可能會有氣喘 心跳的問題 看看是否需要再入院去處理 如果過了一個月左右 如果人家穩定下來 應該會慢慢去控制自己的風險因素 剛才這樣說 即是吸煙一定要解除 要控制得好 以及慢慢做運動 這個我們叫做心臟腹腔治療 這個腹腔中 其實要慢慢開始做運動 又不可以一步做得好多 要慢慢去把心臟鍛鍊 令到你可以融入原本的生活狀況 甚至再進一步 比以前更厲害 這些很多時候都是涉及一些運動 如果有一個物理治療師 他可以跟著你的 那當然最好 還有就是減肥 減肥做運動這些都是一些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近期其實都多了很多交通意外 其實會不會跟一些心臟病有關 是的 其實我們發覺很多交通意外 都跟心臟病有關 簡單來說有兩類 有一類就是 司機可能駕駛車 突然間心臟病發 他就暈了 失去知覺就撞車 結果發覺原來他不是交通意外 令他損失了生命 而是因為心臟病發而出事 另一類就是 有些關心病的病人 他可能不是心臟病發 而是突然間心臟不正常出現了 導致心臟有幾秒 突然沒有血上腦 令他暈了暈 就撞車了 所以這些都可以跟心臟有關 其實有沒有說 有這樣的問題 潛在風險 會不會有什麼可以做到 可以預防到 其實呢 就算做跑步測試 都未必能測試到這些關心病出來 但是如果你想很清楚地知道 血管有無事 可以考慮做一個電腦掃描 去照一照血管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有些重要職業的人員 譬如他駕駛飛機 或者控制一些重型機械 都應該40歲以上 可能要考慮做一個電腦掃描 去檢查血管有無事 再去做這些工作 通常如果你說 做了一次都沒事的 又沒有什麼特別風險因素 其實都不需要特別再做 可能到年紀再大一點 你再考慮 如果本身是有些風險因素的 可能 你可能要想一下 4、5年 請教一下醫生 要不要再做 如果你對你的心臟情況 有懷疑 應該早點找醫生問一問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我們麻煩真醫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